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之声新闻苏体节目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日合作统合作战司令部 加拿大拟提高中国电动车关税 德国或禁止中国5G设备 美国加密货币洗钱诈骗案 两名中国人被捕 中企严重侵犯非洲人权腐败行为被彻查 美国将与大熊猫伦伦和杨阳说再见了 为阻害台法案通过 民众集结立法院 接下来预告希望之声TV特别节目 今年的5月20号 台湾将举行盛大的总统就职典礼 希望之声TV将在干净世界和油管两个平台 进行三个小时的现场直播 主持人高杰在台湾总统府前 为您现场解说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 薛然共同主持 现场转播就职典礼 还有强大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评论 直播时间为美东时间5月19号 也就是本周日晚间8点开始 让我们共襄胜举 美东时间5月19号晚上8点开始 请锁定希望之声TV 好的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10号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 主要内容是创建和平时期 统管陆上海上自卫队的作用 并与美国协调航空联合行动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这一司令部的司令员为240人左右 预计将会在明年3月份成立 中国军事媒体陈虎说天下18号表示 统合作战司令部是联合作战指挥部 军种之内各兵种的装备作战 那就叫合同作战 只有军种与军种之间的装备作战 才能叫做联合作战 显然一个战斗需要动用多种的军种 这场仗一定打大了 现在日本自己也要搞统合作战司令部了 换句话说 不甘于只当炮灰和棋子 也要当骑手 某种程度上还要影响和指挥美国人的行动 成立了统战指挥部之后的日本自飞队 有可能在编程影响机器人作战的计划和指挥部 白宫本周宣布 把中国的电动车关税提升至原来的4倍 达到100%之后 加拿大正考虑跟进这一举措 德国据报很快也将决定 是否禁用中国的5G设备 方博车18日报道 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怡对记者说 我们绝对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一问题 并且通美国伙伴进行公开对话 加拿大的政策重点是在国内生产电动车 加拿大的中国电动车进口量近年激增 一些汽车业者希望加拿大效仿美国采取更多的措施 保护国内工业 另据执行者透露 德国要在2026年之前把中国的关键部件 从德国的5G核心网络中剔除 目前德国4个相关部门中有3个支持实施这项禁令 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支持内政部提出的意见 即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拆除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 根据建议 德国将分两个阶段逐步的淘汰中国零部件 德国电信供应商将被要求在2026年1月1号之前 从德国核心网络中删除所有华为和中兴关键组件 到2029年电信供应商则需减少接入和输送网络中 对中国组件的依赖 与一些欧盟国家相比 德国在对中国零部件实施禁令方面更为犹豫 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之后 英国就以供应链担忧为由 在2020年禁止华为参与下一代的5G无线网络的建设 并且限制华为在固定网络领域的业务 德国起初允许电信公司在建设5G网络时使用华为组件 但是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柏林开始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并且寻求减少对个别国家的依赖 5月17日 美国司法部表示 两名中国公民因6项实质性国际洗钱罪被捕和起诉 他们涉嫌串谋利用加密货币洗钱 起诉说指控他们在这项名为杀猪盘的诈骗计划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41岁的李大人拥有中国和圣基茨和尼威斯联邦双重国籍 是中国柬埔寨和阿联酋的居民 4月12日在亚特兰大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被捕 张一诚38岁中国公民加州天普市居民 16日在洛杉矶被捕并且被传讯 根据法庭的资料 李大人和张一诚被控指示同谋 以多个空壳公司的名义 在美国开户银行账户 受害者被诱骗向这些银行账户转账 金额往往高达数百万美元 而这些空壳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洗钱 该欺诈计划以隐瞒资金来源 兴致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方式 已经将超过7300多万美元 通过美国金融机构洗钱 至巴哈马的银行账户 并且转换为虚拟资产泰达币 参与这一计划的一个加密货币平台钱包 就收到了超过3.41亿美元的虚拟资产 研究金融犯罪的专家说 杀猪盘起源于中国 在此类骗局当中 诈骗者通过与毫无戒心的受害者 建立信任和联系 承诺巨额回报 红骗他们交出钱财 15日 张一诚对指控表示不认罪 因此法院将审判日期定在了7月9号 目前张一诚仍然被联邦羁押 羁押听证会定于5月21号举行 另外联邦地方法官已经下令 将李大人监禁 不得保释 他将在5月20号接受传讯 司法部表示 如果罪名成立 两名被告将面临每项罪名 最高20年的监禁 美国联邦检察官 马丁·埃斯特拉达在法院声明中说 诸如此类的复杂金融骗局 对所有美国的经济福祉构成了危险威胁 我鼓励每个人都了解杀猪盘 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欺诈 以保护自己的家人 免受此类掠夺性活动的侵害 提高警惕是关键 近期中国企业因招标欺诈案 被非洲开发银行取缔并且封锁的事件 凸显了中国企业在非洲腐败行为的泛滥 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公司 在非洲的欺诈腐败人权和环境滥用行为的 关注和检讨 非洲各国对中国公司 开始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和水查 近年来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在非洲 许多中国企业遭到列入黑名单禁令拒绝 其中包含中国河南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国建筑巨头中国交建集团 中交集团是一带一路下 项目数量最多的企业 也是恶名昭彰的企业之一 已经在数十个国家被禁止列入黑名单 或者是接受审查 在2022年 中国河南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因付款问题 被迫放弃了肯亚西南部的 基西伊塞巴尼亚的公路计划 该公司在基西法院被指控 伪造合同以获取土地 并且以欺诈的手段 从农民手中获取价值仅3万美元的土地 今年的3月份 非洲开发银行的反贪部门发现中国河南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涉嫌欺诈行为 也将其列入了黑名单 目前已经被暂停12个月 也就是没有资格参与正在进行的任何项目 其中包括在非洲建设一条57公里长的公路 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受到腐败和欺诈行为方面的持续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中交集团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之下 2018年在100个国家就拥有700多个项目 可该公司被发现在马来西亚 斯里兰卡 加拿大 孟加拉 和澳洲 都涉及贪腐 2019年就在中交集团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的情况之下 还获得了肯亚蒙巴萨石油码头计划建设的合同 但是却陷入了争议 肯亚政府发现该计划成本夸到了160倍以上 且公司非法操纵条件 因此展开调查 此事件在肯亚国内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一些非洲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其他问题也感到担忧 例如不合格的建筑 不公平的劳工行为和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肯亚 尚比亚和奈及利亚 已经开始禁止中国公司在建筑 电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展开业务 尚比亚对中国企业造成的环境恶化和侵犯人权表示担忧 外交政策专栏作家诺斯莫特·巴达·莫西表示 中国企业是严重侵犯劳工和环境问题的幕后黑手 这对贫困 农村和其他脆弱社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 17日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后一家有大熊猫的美国动物园 预计今年秋天将要和他们照料的四只镇源之宝说再见了 自从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去年11月份 把三只大熊猫归还中国之后 亚特兰大的四只宝贝是美国境内最后的大熊猫了 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官员说 我们正在准备把大熊猫伦伦和羊羊以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 孪生姊妹亚伦和喜伦送回中国 移交的具体时期还没有确定 但是可能是在10月和12月之间 亚特兰大是在1999年迎来了熊猫伦伦和羊羊 为期25年的租约眼看就要到期了 自从伦伦和羊羊来到亚特兰大之后 他们一共生下了7只熊猫 2016年出生的亚伦和喜伦是最年轻的 他们的哥哥姐姐已经送回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进行照料了 至于亚特兰大未来是否还会迎来新的熊猫 动物园的官员说还没有和中国的伙伴进行任何的讨论 不过另外一个消息是美国加州可能会迎来一对新的熊猫 圣地亚哥动物园上个月在新闻稿中说 工作人员最近去了中国与熊猫云川和新宝会面 他们有可能在今年夏天抵达加州 近日台湾国民党民众党立委联手彻业排班 意图强行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法案 就在17日的当天立法院长韩国瑜被许多女性立委报警处理 不让他进入国会 表决现场蓝绿白立委爆发强烈冲突 造成多名立委受伤入院 夜晚2000名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抗议 高喊口号并且要求停止表决 迟至审查 立法院造成暴力冲突的主要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宽奇的两兆前坑法案 内容包含三项交通建设 包括打通中央山脉 环岛高铁 十年内盖完等议题 粗略估计总经费达到两兆台币 但是可行性评估没有做 环境评估也没有做 另外一个是国会改革的扩权法案 但是法案内容立法院并没有上网公告 也就是除了写法案的蓝白党之外 没有人知道内容是什么 根据3D新闻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对此痛批说 蓝白联手假借国会改革之名 联手携带国会人数的优势 强推违宪滥权法案 没收委员会审查讨论 根本无视国家的民主宪政体制 三大前坑法案 一旦通过国家财库势必被掏空 排挤其他社会民生之处 国民党立委林戴华也斥责说 韩国瑜没收了在业党立委的发言权 做出了令人无法原谅的不民主示范 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 就不能随意的被摧毁 人民的嘱托绝对不能被辜负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这起冲突当中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邱志伟 郭国文等人 遭国民党立委推下一米多高的意识台受伤送医 沈柏阳在之后透过社群平台发问说 他因为脑震荡加上头晕 没有能撑到最后 但是仍然会继续努力 我说过要守护这个国家 根据今日新闻的报道 17号晚上7点开始 许多民众在立法院外集结 随着时间接近午夜 集会的民众已经接近2000人 人潮已经塞满院外旁的青岛东路 民众纷纷高喊 拒绝黑箱 公开条文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拒绝红色媒体 我们要守住台湾等抗议口号 一些支持者表示 院会里面开到几点 我们就在外面待到几点 吴征还强调 520总统就职在即 这是国家的重要典礼 也是台湾的民主象征 然而蓝白两党却选在520前几天败坏议事 使台湾的立法院沦为闹剧场 让国际友人看笑话 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伤害 有网友说面对卖台贼们的流氓行径 打架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